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優帥認為自己是上司徒的老師 想去勸上司徒投降和放回程咬金 這一日他帶著五百人馬趕去臨同關 叫上司徒出城百話 上司徒開了城門出來 一見到優帥就在馬上護身說 老師弟子甲就在身不能傳禮 請老師書聚 優帥說賢契不必多禮 老夫今天有句話想跟你說 請老師指教 當今主上無道 師父殺卿 欺良玉妹 奴役百姓 下不害忠良 以致天下大亂 看來他氣數不長 開講有說 梁琴摘木而妻 忠臣摘主而是 賢契你不如氣暗透明 和老夫為一念之神 豈不妙載 請賢契你三思 上司徒聽到高聲大叫 老師你錯了 古語又說 食君之陸 擔君之憂 先從你說的 對那些貪戀陸位的人來說 就對 我上司徒忠心赤膽 怎麼會學那些無恥鼠輩的行為 今天 各位其主 就說 舉手不留情 奉勸老師 你趁早收兵 翻且為廟 邱瑞聽了火起了 這個畜生 我打死你 舉起鋼邊 照頭就打 上司徒用槍隔著他說 老師你別想 還是請你翻扯吧 邱瑞哪兒肯聽 又試一邊打過去 那上司徒就唯有舉槍迎戰 打了八九個回合 上司徒將呼雷炮頸上那隻無一吞 哇 掛著我一聲 他嘴吐出黑煙 邱瑞騎的馬鈴臨一聲滑下 將邱瑞拋到地 上司徒喝一聲 暴君已終 流程襲不忠 勞思 書墜 舉起槍 刺死了邱瑞 接著他大聲對西藝兵說 你們將邱老將軍的屍首抬回去 我不會追殺你們 講完就收兵入城 西藝敗兵就抬著邱瑞屍首 回去報告給秦叔寶聽 秦叔寶很悲痛 吩咐準備好官幕 後臉優碎 送回去金融寨安葬 然後 那程咬金便被擒 威碎又震妄 怎麼才能製造一副尚師徒 救回程咬金呢? 徐茂公想了一下 叫做 要如此如此 秦叔寶聽了 立即披挂上馬 就趕去臨同關 向尚師徒挑戰 一見到面 秦叔寶說 尚師徒 我就是秦叔寶 突然前來跟你比個高低 不過有句說話 我要講明在先 秦叔寶 有說話你就講 上將軍 我知道你是個 頂天立地的男人大丈夫 既然是這樣 上陣交鋒 就要靠自己的真本事 無論是 生禽活足 或是槍挑劍刺 死亦甘心 拜托你的本領高強 但是你呢 持著匹馬的本事 弄一下他 等他怪叫的聲音 使人跌落馬下 你將人捉了去 或者殺死 你這點是好漢的所為呢 秦將軍 你講得好 講得有道理 我現在就不用匹馬幫手 我自己有本事 忠祝你 秦叔寶說 慢著 我還有說話說 今天我們兩個人比武 雙方都不准暗算的 那你想怎樣 我們都將自己的人馬退後遠一點 大家都不用疑心顧慮 這樣打起來 就容易分過高低 對呀 於是各人都命令自己的軍隊退後 上司徒這邊的兵就退到臨同關下 秦叔寶這邊的兵就退回到營前 那兩個人各舉長槍就打起來了 打了七八個回合 秦叔寶虛防一槍 退出圈外 他說 慢著 上將軍你那匹馬太過古怪了 我始終不放心 打打下 等一下你打我 不過又去整一匹馬 我豈不是又吃虧給你 不行的 不行的 這樣你說了 要怎樣打法才得公道 你才不吃虧 上將軍 你敢不敢跟我暴戰 用短兵器打 我實會生禽你的 好了 暴戰就暴戰 於是兩個都將一支長槍插在地上 然後各自將匹馬綁在槍桿上面 秦叔寶用金莊擠 上司徒用鋼邊就開始對打了 秦叔寶是指手不攻 一邊打一邊向左邊退 上司徒以為秦叔寶膽怯就一步一步追著他來打 在旁邊觀戰的徐茂公 在旁邊觀戰的徐茂公見到 就小小小跟黃伯剛說 你敢敢敢敢敢敢 黃伯當笑了 咬喉頭 運用起輕身發 彎起腰 好像貓一樣無色無色就飆過去 一退到就拔起上司徒的提勞槍 跳上呼雷炮 靜悄悄回去營宅 秦叔寶眼快 見到黃伯當已經得手他就說 上將軍 我靈教過你的鞭法 不如還是上馬打吧 噔噔聲 踹回去自己黃標馬樹 拔槍上馬 上司徒回頭一看 咦 我的馬呢 啊 實在被我的朋友牽了去頂了 上司徒激到笑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這一幫人到底是響馬 賊勝不改 想起你死去追我的馬 快點還回給我 你放回情咬金給我 我就還回呼雷炮給你了 好了 不過我又在鎮前交換的 好 那雙方各自吩咐的人去辦了 林同關這邊就放了情咬金 就連著盔甲大虎 馬匹就送出城門 西魏軍這邊呢 將呼雷炮牽到陣前 提勞槍掛在馬安橋上 兩邊一聲號令 放人的放人 放馬的放馬 好快就交換妥當 當時天色已經好硬了 各自收兵 話說秦宿堡收兵 互認之後 和徐茂公幾個人商量想辦法 看看怎樣來自上司徒 你一言我一語 無非是要偷上司徒的呼雷炮 聊聊 徐茂公說有辦法 白當兄弟 你留夜去林同關城東的郊野 如此這般 這般如此 黃白當猛咬頭 領著命令帶幾個軍事 就去到城東郊野 選對一個地點 在一棵大樹底下 叫軍事就掘了個大桶 黃白當就跳下去 蹲在裡頭 叫軍事就用一張大隻蓋著桶 再在上面就鋪一些浮泥草坯 做好記應就回迎福令 將地點記應樣樣的長長世世 品名徐茂公和秦宿堡 第早上 秦宿堡單人匹馬去林同關挑戰 上司徒騎著呼雷炮出關認敵 打了幾個回合 秦宿堡扯戰扯退就向著東邊走 好了 來到預定地點 見到那棵大樹同記應了 秦宿堡勒馬回生 隔著上司徒之提勞昌說 慢著 今天和你決戰 你還是不要捉你的分馬才好 行了 昨天說過就是了嘛 不用多說 上將軍 口講無憑 怎麼都好 我總是不放心你的馬 還是落馬步戰馬 哼 我落了馬等你又來偷啊 看你啊 上將軍 這次是荒郊抗野 利刑七八里路 四為廟無人煙 除了你和我人影都不見得過 誰來偷你的馬啊 上司徒四為瞭望 是啊 沒有人啊 好了 落馬步戰就步戰 那麼兩個人落了馬 將匹馬綁在大樹腳處 然後槍對槍打起來 打打下 秦宿堡又是步步敗退 上司徒還是步步緊迫 那麼兩個人就離開一棵大樹十幾丈遠 黃伯當躲在哄著聽著兩個人對打的聲音 去遠了 知道是時候了 就輕輕頂起那張席 在他哄著供出來就解開呼雷炮 撲聲跳上馬背 撇撇地兩邊 飛而跑回西藝大營 秦宿堡見到黃伯當又得手 一轉身 撲聲跳出圈外 上將軍 我們還是上馬打呢 走到黃標馬身邊 解開聲跳上去 上司徒一看 你看 我分馬呢 上將軍 看來又是被我的朋友牽走了 哈哈哈哈 後會有期啊 快馬加鞭回應了 當堂擊到上司徒無名火起頭殼出煙 有什麼收呢 哎 哎 為了走路翻扯 是 說出秦宿堡翻到大營 見到呼雷炮就很歡喜 去拍他的臉 拍他的身 呼雷炮也不怕生寶 然後 秦宿堡更加高興 吩咐馬虎 將呼雷炮牽到後營的馬草 好好餵養 當晚 在中軍保障 擺酒慶河 晴咐今天喝了幾大碗酒 殺了一隻之後 他愷愷愷愷走出大漿 想起那隻呼雷炮 啊 為什麼那隻畜生 這麼厲害的呢 他看看他才行 於是又愷愷愷走去後營馬草 去到一看 所有那些馬呢 都不敢邀近呼雷炮的 離開他遠遠 陳偶這麼心想 什麼你真是愕得這麼狡猾的 走過去 一手握著馬龍頭 一手就握著他頸上那隻帽 不握油自可 一握著呼雷炮龍 哇哇 就怪著我一聲 所有的馬當狼嚇到 吹下了 飆屎飆尿 陳偶這麼好驚奇 哇 這隻蚊子 這麼厲害的 喏 馬馬 你看看今晚在外面 月色多好 我帶你出去跑兩跑玩一下 於是就牽了呼雷炮出營 啪聲跳上馬背就中馬向前 唉 你這個陳偶這麼騎就騎啦 又貪得意 走一走就握一握這隻帽 呼雷炮就叫了一聲 蛤 為什麼你這隻帽不碰得呢 一握你就要叫啦 你叫啦 你叫啦 陳偶這麼拿一陣馬頸那隻帽 不敢握 不敢握 呼雷炮就不敢握了 陳偶這麼生氣 我握了你的帽 我看你還叫不叫 於是出力的握 那隻帽子 那隻帽子 不過十幾十條而已 你陳偶這麼出力的握 幾下就握清光 呼雷炮發起狂 亂跑亂跳 前提豎起 後提爬起 狂跳幾下 中陳偶這麼拋起幾隻膏 就啪地搭到地 呼雷炮是懂得路的 所謂路馬色圖 何況這隻是保馬 咪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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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一直就跑回臨同關的城門下面 城樓上的軍事見到 認得啦 哎呀好了好了 總兵大人的保馬走回來啦 連王打開關門 就放呼雷炮進來 然後呢 牽著他見上司徒 保馬失而復得 上司徒當然非常高興啦 走過去一看 袖身一樣漂亮 唯獨是頸上那隻黃毛就沒有了 哎呀可惜呀 可惜呀 嘗試拔一拔附近的毛 呼雷炮不叫 拔到處都不叫 哎呀有什麼辦法呢 上司徒長探一聲說 哎呀 到底是不保馬 我還是很喜歡你的呼雷炮 那便吩咐馬夫要和平時一樣 好好地打理他 各位 呼雷炮是不是從此之後 就不懂得怪叫 聽到其他馬腳軟垂低呢 又不完全是 可以在這裏預告一下 後來 到了秦宿堡賭銅旗 他就叫一聲 揚州搶狀元 就叫一聲 大箭屈齒弓叫一聲 然後到跨海精東 就再叫一聲 總共叫完這四聲之後 就永遠都不會這麼怪叫 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現在就不說他 話說程駕金被呼雷炮拋了落地 蹬一蹬 尾龍骨也不知多痛 酒也醒了 你死馬 嚇我啊 那隻人呢 走去哪兒 哼 不理你了 便爬起來 用手插著腰 踩踩踩踩踩踩踩 便走回去睡覺 第二天早 秦宿堡元帥聲將 馬夫來稟布說 昨晚呼雷炮被程駕金先鋒 騎了他 走掉了便沒有回來 這樣 叫了 秦宿堡 立刻在刀斧手中 程駕金綁起來 退出你殺口 程駕金大聲地喊 秦二哥 你這樣就不對了 你真是中畜輕友 一匹馬而已 沒有了便沒有了 我是你老友來的 只有一個阿醜 殺了便沒有了 至少我又不敢提 各位兄弟 你們不要只在這裡笑才行 幫我求情 你們 還有英雄忍著笑 幫他求情 秦宿堡本來也不是真的想殺他 就吩咐替他鬆綁 秦宿堡說 你這個匹夫 目無君己 不知法道 今天得各位將軍為你求情 就暫時把你的人頭記住仗先 以後將功復罪 站起來 站起來 啊 遵命遵命 程駕金新一條理 就站起來 正在這個時候 中軍官來報告說 上司徒挑戰 秦宿堡立刻提槍上馬 出去迎戰 上司徒一見面就破口大馬 秦宿堡 呀呀 屁 你們這幫響馬 惡賊 兩次偷我的保馬 還將馬警的神毛拔光 搞到他不會招掉 真真是豈有此理 今天我和你交手 勸不放過你 都不等秦宿堡答話 一槍就刺過來 秦宿堡連忙舉槍招架 上司徒這一桿提勞槍 使得出神入法 跳 賜 勾 勃 加 隔 踢打 雲生解掃 打到秦宿堡無法抵抗 一撥馬頭就向北面落荒而走 上司徒哪肯放過他呀 一拍馬就緊緊追上去 追下追上了 秦宿堡避無可避 為了回頭 寫命和上司徒周旋 打了一陣 又走 又打 又走 如是者 戰一陣 就敗一陣 走呀走 走到一個地方 難在前面去路的是一條大山間 水流喘急 亂石岩慘 奇利如劍 橋呢 沒錯 有一道石橋 不過年久失修 已經倒了 走過了 上游邊還有一道木橋 離開的地方比較遠 上司徒已經上下追到 正是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 一時秦宿堡搞到手忙腳亂 就拼命都制了 立馬退後幾步 然後一劫馬頭 逼不去兩邊 就想在這個橋頭跳過去對岸 哎 誰知道這匹黃標馬 打了一日 跑了一日 沒有吃過 沒有喝過 都沒有力 而死亦都怒了 他都想幫主人拼命跳過去的 前提一踹 後提一踹 向前來飆 飆就飆起了 即突然腰一軟 啪一聲就跌到山間 水底到尖石蠢 黃標馬一跌下去 就連肚子都插穿 當堂死在水裏面 秦宿堡急中生智 立刻將那支斧頭斬金槍 出力在死馬前來插 剛剛插了一條石 那個身子趁勢用力衝 整個人就向著對岸飛過去 只聽著啪一聲 人就飛到水邊下腳 這支槍就斷了兩拳 哎呀 幸好 秦宿堡剛剛爬上岸 上司徒已經騎馬從木橋過來了 上司徒的心想 秦宿堡你這趟還跑到哪兒 無槍 無槍無馬 我用什麼 拿你條命 中馬上前 舉槍就刺 秦宿堡好在身邊 用帶著一對金莊揀 看到槍刺過來 將那身一閃 轉到左邊 順手一揀 就向著馬頭打過去 上司徒連網一扭身 用槍隔開 順水推舟 一槍就刺過來 秦宿堡一跳 又過了右邊 避開了 各位 秦宿堡乃是捕快 即是竹拿盜察的警察 是這麼出身的 他的輕功重招 本來是他的絕技 上司和他的槍法 雖然是洗刀 騎著馬 用的是長兵器 又佔了便宜 但是對著一個簡法高強 身為輕功絕技 打慣暴戰的秦宿堡 他的長處反而變成短處 只見秦宿堡飆來飆去 時左時右 忽前忽後 東一揀 西一揀 就專打忽雷炮 上司陀帕 打傷馬 我心想 不然 還是和他暴戰 才能贏得到他的 四圍望下 沒有人 就只有自己和秦宿堡兩個 想著這人不怕忽雷炮 就被人偷了 就或馬跑開 落了馬 卻力將提爐槍插在地上 將馬放在槍桿上 拔出降邊 和秦宿堡的雙簡對打 各位 上司徒想著這次不會吃虧的了 誰知又上當了 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午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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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